我们都知道,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地 但是由于常年孤悬海外,所以很多国家对这块宝地都是垂涎三尺 1624年,也就是明天起四年 荷兰殖民主义者利用自己的武力侵占了中国台湾 并在上面剥削中国百姓 1661年,郑成功决心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宝岛台湾 同年三月,郑成功率领25000大军进攻台湾 并顺利地击溃了荷兰侵略者,收复了被侵占多年的宝岛台湾 然而,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郑成功收复台湾 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、第五次是二战后 而前三次都是由一个安徽人完成的 此人的名字叫做沈友荣,是安徽宣承人,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名官员 在他35岁的时候,跟随兵部又侍郎宋银昌参加了万历元朝战争 亲手斩杀了不少日本人,因为立下了赫赫战功,所以沈友荣被调到了福建,成为了金门把走 1602年,日本因为被明朝在朝鲜击溃而怀恨在心,于是便偷偷地派出部队占领了东方,也就是现在的台湾 当时的沈友荣听了之后,十分生气,倭寇如此猖獗,无当机之 于是,沈友荣说干就干,当即率领了24艘明朝战舰登陆台湾 击杀了上千日本人后,成功收复了台湾 就在沈友荣赶走日本人的两年后,荷兰侵略者又对宝岛台湾起了垂涎之心,于是他们试着攻占了台湾,然后等待明朝的反应如何 沈友荣在听说了此事后,带着50艘大船,就赶往了台湾,并且孤身来到了荷兰侵略者的营帐 看到带头的荷兰人,沈友荣不慌不忙地说道,陷入在三日之内撤出东方,否则我国将士之刀枪无眼 这时候明朝,还是荷兰侵略者惹不起的角色,在看到明朝方面如此强硬的情况下,他们只能灰溜溜地撤出了台湾 1617年,这时候的明朝已然时日无多,于是日本将军得川家康便想要趁火打劫 他派出士兵占领了台湾,甚至还得意洋洋地给明朝写去国书,希望可以承认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万历皇帝看到后震怒,他下令让沈友荣带兵收复台湾 于是沈友荣便带着三千精兵出发了,并且在东沙这块地方全尖了倭寇,再次收复了台湾 以一己之力,三次收复台湾,沈友荣着实为民族英雄也